国民党新北市长初选 民调在即 虎侯双边团队呢 也祭出了娘子军来应战 向着周席伟的太太林珊珊 从原先吉利反对到现在 她会到办公室帮忙煮午餐 甚至带跑行程 那么侯友宜则是请来了 好友叶玉兰 在网路赞虾助阵 嗨 辛苦了 来来来 等一下 您的娘肉面 刚刚跑完行程 周席伟已经们就被 正正铺鼻箱给吸引过去 这最好前一天要泡一个晚上 对 她说我煮的牛肉面跟外面 的牛肉面不一样 老婆煮面的时候 要想夸奖的话 下次才有吃你知道 就怕老公拼选举忙到三餐不济 老婆想出个小小惊喜 把厨房搬到办公厅 因为她会很想加很多 看当时灵感 洋葱啦 胡萝卜 有时候她会加番茄 有时候加豆瓣酱 大口吞肉吃面 谈起最爱的滋味偷偷不绝 但从参选后据少离多 曾让老婆极力反对 直到这天 有一天晚上啦 就是我们的政策中心 要快要成立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还是很 就是很多疑问啦 我说为什么 好日子不过 那天是半夜才跟她讲 是突然游港而放 没有 是我把她挖起来 她把我挖起来 她问我为什么要选 让老婆失眠的困惑不解 鼓起勇气下 朱锡伟终于到处参选原由 她问我说 老婆 你让我这一生 我还未完成的事情 就让我做这个过程 后来我就懂 我就不再 要不然 这些话她过去都不会跟我讲 然后内心深处 我觉得男人都有 她自己的那一块嘛 就是因为这句话 让太太突破新房 不只来办公室帮忙 甚至扫街拜票 一向躲在幕后的她 不自主 微微颤抖的手 暴露了紧张心情 但为了帮先生圆梦勇敢站出来 我要让老师很感动 我们看到我们做这个现场 前家都很立顶怕 我就很感动 侯友宜没打夫人牌 但找同学叶玉兰来相助 录电话配音抢选票 面对初选民调赛集 虎猴娘子军们也纷纷鼎力相助 接着程序张雨萱彤彤彤彤